來歡迎回來無名的世界 那今天呢繼續來講一下我們新手小教室配對片的第九集啊第九集 那第九集的主角是誰呢 在前八集的時候啊講了這麼多其他的一些流派 第九集總該講一下我們自己在玩 玩了那麼久的一個流派啊那就是羊劍啊 今天來推銷一下我們自家的羊劍 那上次羊劍大概平常在打架的時候大概都有著重的一些介紹 只是說沒有一個系統性的完整介紹 那玩羊劍的玩家其實也不多啊也不多 但是還是有幾個啦我看有些留言也有說跟我一樣玩羊劍的 那講說那就是一個系統性的介紹 然後搭配上之後講完之後我們會去打一場打幾場實戰啦 然後讓你製造一下我們羊劍的一個配法跟 傷害源頭跟我們的配招思路大概長什麼樣子 OK那羊劍的話其實之前介紹過嘛 我們硬件介紹過條件也介紹過嘛 那最主要條件就是打快打連續的一個招式傷害 所以一般來說條和劍齁就是要稱攻擊跟聚器啦 因為他最主要是打快的啊我們條和劍最主要打快的 那陰劍的話是打連續 他是屬於一個武學傷害跟招式傷害都有 所以他一般來說是稱那個攻擊力為主 那那個羊劍部分的話就是高爆發的一個武學傷害 我們就是一般來說啦羊劍大概稱不了一回合 簡單說就是一回合之內要把對手搞定 搞不定的話我們就會很尷尬 所以羊劍的話就是處理高爆發 我個人也很喜歡高爆發的一些武學 那其實一開始我是想要玩調和啦 然後調和慢慢抽抽抽變成陰劍 那陰劍再抽抽抽抽抽抽 然後那個言談劍法越抽越高 然後就變羊劍這樣子 那這三個劍類 劍的話應該是我們刀劍拳 奇門來說算是 相對冷門的 大概跟奇門一樣差不多冷門的 這個遊戲的刀跟犬是最熱門的 那劍跟奇門是最冷門的 那劍類最冷門裡面的三種裡面來說 最冷門的也有是羊劍 那等於說調和大概佔了大概六七成左右 那陰劍大概佔兩三成 剩下的一成大概是羊劍為主 好那再講我們羊劍 雖然說講了他一些缺點 那我們來講一下他的優點 他優點是什麼呢 剛剛講過是高爆發 高爆發爆到多少呢 剛好在前一兩天的時候 剛好看到有個陸版玩家 等一下先分享一個影片 不要老是那個 弱我們羊劍的一個那個漏氣 畢竟我們玩羊劍玩那麼久了 那陸版有個玩家 他的一個標題寫 同戰力喔 同戰力的PK 他一劍破百萬 什麼叫一劍破百萬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看一下陸版的一個大佬 一劍破百萬 他是怎麼破的 那俗稱羊三劍又是怎麼來的 一起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他是神雄槍翻成術 然後逆劍訓 太極神弓跟雲體風生術 然後五月穿衝劍先第一戳 五月穿衝劍 然後再第二戳 先上劍類減傷 他不走控制喔 他就只走羊三劍 就是暴擊一次就搞定 再來是華音劍法 然後一樣上流血 然後上那個那個 降低那個防禦的 御49劍 錯有沒有看到 103萬 直接有沒有 對手陰的 直接被爆103萬 兩刀結束 這個就是羊三劍 簡單說他只放了三招的招式 比賽就結束了 那但是因為他有屬性相克 但是所以他會增傷 但是如果 扣掉那個增傷效果的話 其實他傷害是蠻驚人的 好OK 那這是那個 路板大佬的一個 劍類的一個那個 他那個推廣 不過要羊劍 基本還是比較冷門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 我們羊劍的一個 配招思路 包含那個 外攻內攻清攻 大概都講一下 然後還有招式 最主要是招式 那等一下會講一下 屬於我們羊劍最重要 三個必拿的招式 建議大家推薦一下 一定要先拿到 要不然我們羊劍會玩得很辛苦 好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外攻 外攻部分的話 一般來說 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七海刀的話 看個人 如果你不放七海刀的話 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人放那個真五劍 那真五劍在 我們劍類的話 就是羊劍裡面來說 傷害也不錯 就是你要馬上 就是六個都是劍的 那他的招式傷害會加成 那你再放 出手招式給他的話 一般來說傷害也不錯 那但是呢 就是我們很容易被控制啊 羊劍幾個缺點 第一個很容易被控制 他很怕被控制 被控制的話 被打亂的話 傷害出不來 這就很尷尬 包含你的點穴 包含你的心經 所以我們一般會放 一個七海刀在前面 如果你看一下路版的一些 大腦門可以找 這是沒有放七海的一個版本 就是 純打架死路 剛講的嘛 五月 那個 滑鷹 然後玉石 剛剛就是羊三劍啊 直接把對方幹掉 中間這個就是羊三劍啊 這三招 後面兩個搖擺位水翼 中間 第一發五月劍 那如果你比較怕控的話 也有這種配法 七海刀五月劍 然後他中間塞了一個 飛絮劍 我個人覺得飛絮 陰劍可以用啦 羊劍我看就免了 然後免是這三個 好 這是他的一個配套數 簡單說 我們第一個先打一個先手 先手的話 有心經跟散 散功的一個效果 那巨氣盡量快 那人家先出手 然後第二招打五月一樣 有上一個劍法 再加一個連擊的一個效果 那招式的話 就是增加我們劍類攻擊 跟連擊率 但是這個會增加五回合啊 剛好後面吃五個劍 這樣就OK了 在我們傷害的開始 羊三劍的第一劍 就是滑鷹劍 滑鷹劍的話 會增加我們的連擊率 然後增加我們的流血 然後如果 他在前三格上陣的話 流血距率會100% 然後一樣再增傷 想辦法 再把我們的那個 御持久劍跟那個 岩潭劍的傷害 撐到最高 那就是加上我們的 那個劍氣 然後飛殺 飛殺也是個很實用的一個 如果你喜歡武學傷害的話 他會造成一個 實戰減傷的一個效果 這個還蠻實用 那如果對方有中毒跟流血的話 會延長一回合 那流血我們是有啦 中毒沒有 這個就算了 然後再來是 御持久劍 御持久劍就是我們 揚劍裡面來說的一個 爆發性的一個傷害輸出 那御持久劍的話 基本上是上回春 然後再來的話 他會上周火入魔 周火入魔就是 他會增傷30% 這是他吃飯的傢伙 然後呢 就會來到我們第一個最需要的 就剛講了嘛 揚劍三個必拿的招式 第一個就是大車大物 所有你會需要 就是會上到走火入魔的狀態的 建議啦 都要搞一個大車大物 這個玩意兒啊 真的會保你 真的是保你一身啊 這個清除自身混亂狀態 這個非常重要 要不然我們攻擊的時候 有兩成的機率會失效 在你一個高爆發輸出的一招的時候 如果失效的話 你會發現 你這場大概就去了 所以有的時候 還有連擊喔 連擊兩發都密實掉的話 就很尷尬 所以大車大物是第一個我們 揚劍必拿的 然後玉石九劍一定要上的一個東西 最主要他混亂消除掉之後呢 暴擊率會提升 暴擊率提升完之後呢 還有機會上到化劑 不會被暴擊 然後不會被連擊啊 這個很實用 所以玉石九劍一定要上第一個 我們要拿的大車大物 那第五個的話就是煙壇劍 煙壇劍也是我們 第二個高爆發的一個劍法 最主要是他會上灼燒 所以如果你上聖火的話 你灼燒傷害也會比較多 但是上灼燒的效果 不是說他是主傷害啊 他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錦上天花的一個概念 就是多燒多健康 然後讓別人 如果你想要剩殘血把它燒死的話 你至少少行動一回合這樣子 那如果跟如意破猩猩上的話 武學傷害會提高 所以如意破猩猩基本上是必上的 而且著超的那個傷害率啊 也會提高這樣子 好所以他一般來說的話 他跟玉石九劍 都是上這種會增強武學傷害的部分 只要會上武學傷害提高的部分 都是給他們用的 那這個增加幾 20%啦 10%都是OK的 那太極劍的話 一般來說就是 消除我們的困惑跟心經的效果啦 這兩個東西來說都蠻實用的 那有太極神光就放太極 如果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 那招式的部分一般來說就是 心經跟風情有 第一個上那個聚氣 那變快 因為風起雲泳 他是要每個出手的武學的話 繼續左右外提高 那我們 基本揚三劍的所有劍法 都是三個那個金禁 什麼意思 我們的武學啊 這個武學 包含他下面的這些招式 全部都是金禁 為什麼 因為跟我們的那個 就是 跟那個 輕功有關係啊 為了加強我們的攻擊力 那我們基本上全部都是加金禁 所以像這個心經膽戰這個 啊不是這個 風起雲泳的話 出手招式的話 我們全部裡面就只有太極劍 他這個位是出手 所以我們就放在那個太極這邊 好 那再來是內功的部分 內功的話一般來說 主的話 如意破心經跟 立運心經看個人 如果你要主傷害的話 就是你要走 就是人家跟你拚爆發的話 那你就放那個 那個如意破心經 那如果你要走那個堆肉的話 就放內運心經 最主要他是第一個 啊佛光之喜 他會給你高爆發啊 這個東西 提升20%的一個傷害 那如果你要如意破心經的話呢 就是別人打很痛的話呢 你就直接反彈給他 如果別人肉的話 我們就拿那個 內運心經去破他 那如果打 別人打我們很痛的話 那我們就給他反彈 那如果對方著燒的話呢 還有高爆 大概四成的機率啦 給別人上一個 就是會降防 然後無法格擋的一個 破綻的這個效果 這個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陽劍是靠灼燒 陰劍是靠流血 然後調合劍是靠雙寒 大概就是每個 劍法都會配一個 debuff的一個狀態這樣子 好這是我們內功的部分 那一般我是先上這個 屏風啦 這個要那個巨細值也要過快 然後再來 逆運心經的話是配三步造風 這個機率有點低啊 不過還是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 蓄勢帶發 增強了我們的物學傷害 那再來是輕功 輕功的話 比較有差異的一點 如果 這就講到我們第二個會需要 我們陽劍最需要的一個招式 陽劍第二個最需要招式是什麼呢 來介紹一下這個遊戲來說 算是第二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做影下生花 這個 它只要你活動的 就是它是氣勢啦 你只能上一個 但是它你自身行動的時候 有50%的概率 可以清除掉你身上心經的效果 這個東西啊 超級實用啊 這個東西超級實用啊 建議一定要先拿 這個也是我犯的最大錯誤 就是我把 一開始的稀有這些武學 都拿去抽一些其他的武學 包含拳的 包含刀的 我就是沒有拿到這個啊 這個建議啊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的話 不管你是哪個刀劍拳奇門啊 這個一定要拿 影像生花是所有打架來做必備的啊 這個心經很恐怖的 所以如果拿到的話建議就是 但是它只能上一個氣勢 那上一個氣勢的情況之下 你就只能上它 所以你就不能上先決生法 因為它會跟它衝到 它們兩個都是氣勢 那因為我目前還沒有啊 就先拿它先擋一下 如果有的話 一般來說就是拿魅影當頭 魅影的話 最主要主魅影的話很不錯 它有警惕跟那個吸血的一個效果 這個轉換率也三成還很高 那因為目前還沒有引下那個生花啦 所以就先拿那個先決生法 因為最主要它 你武器有個精進的話呢 攻擊會提高 那如果有三個精進的話呢 我們30%的概率 會給別人上一個心經的這個效果 啊這是免費的 所以先決生法 我就給它放頭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 我們第三個揚劍 雖然說不算必拿 但是有的話也很不錯的一個東西 叫做如魚得水 如魚得水齁 第一個很克我們的那個吸內拳 最主要是要調和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啊調息啦 最主要是我們揚劍感覺很靠內力啊 就是你不放這個的話 大概打一輪內力就沒了 所以有這個如魚得水的話 你至少保證你的續戰力是夠的 再來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身處於回春狀態的時候呢 巨細只會提高 這個東西對於我們 劍內的一些招式打快來說的話很重要啊 所以這個東西 有的話也不錯 那一般來說 這是前期的部分 到大概中後期 如果有一些資源的話 建議啊上神行流香 這個是我們揚劍 算是也是 也不算第二重要啦 最重要的一個武學 那個輕功 所以到後期的話 其實那個 清風幻影部一般來說 就用不太到了 第一個 因為他羊很弱嘛 你要帶潛龍 帶潛龍的情況之下呢 他又不是偷很強 所以一般來說就會把他換下來 然後先決往下丟這樣子 好就這樣啦 這就是我們揚劍的 簡單說啦 就是打高爆發 盡量在一回合內把對方收掉 那 啊對 剛內功我剛沒有介紹到聖火 好 那因為 蘆翼破心晶跟 逆禦心晶是必備的啦 聖火最主要是因為 他可以上那個 濁燒 有焚聖的概念 有焚聖的話會增加爆擊率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聖火是 濁燒的話 傷害率會增加 這個每回合行動前 那我們有濁燒的話 我們效果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 陽劍必上聖火 陽劍必上聖火 那這個東西的話 增強爆擊率啊 跟回生的效果 都是很不錯的 好 所以我剛講的那個 蘆魚得水就蠻需要的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實際 打架啊 我們隨意打個幾場 來看看我們的陽劍 戰力如何 走 來 第一場 鮮絕身法 鮮絕身法 是怎麼換螢幕 唉唷 對方是調合劍嗎 來 氣海刀火先上了 上 星星跟閃光 唉唷 他是 調合吉門 上次有人 吹碗 吹坑要求說 講一下調合吉門 好 下次來介紹 八王槍法 八王槍有沒有 一十九 一十九 上啊五萬 最主要是我們 被剋數 你看傷害不高 其實是因為 我們已經被減傷了 岩潭劍 四萬九 有沒有 吸兩萬了 殺小 太極劍法 五萬 後手 好痛喔 閃電五連邊 閃電五連邊 哇他死了 哇還是挺剋數的 好啦 對沒辦法 那個 被 對方增傷十五% 然後我們減傷十五% 我怕 幹 你的戰力差了六萬 真的好意思耶 戰力差六萬 這是 陽旗門 騎海刀 五月蒼雄劍 出 打麒麟鞭法 喔 好吸血 魚十九 星金 有嗎 有上星金了 炎彈劍 九萬 大王槍法 左燒兩個 然後 隊長 他輸 八荒六合槍 八荒六合槍 喔七萬耶 海棋劍 五萬 再來一次 四萬 浮魔棍 浮魔棍 喔 氣海刀 牽上 閃攻心機 五斷門槍不痛 五月蒼雄劍 搓 暴擊五萬 再搓 三萬 大麒麟鞭法 兩萬 OK 哇有點焦灼 十萬對十二萬 哇贏劍 兩次我就贏了 暴擊十一萬 搓 嘖 哇 月戰六萬啊 我們好強啊 月戰六萬 哇 不錯不錯不錯 所以 陽旗門啊 我們還是OK的 調和真的是比較難打一點 好來 因為調和客屬 啊 又來了 又來個調門 又來個那個調和 調和劍 七海刀 先送泥法 換影神劍 啊 太遺憾了 所以他流血 來搓十泥 有沒有 對方第八福一隊有沒有 破綻心經 閃終一大堆 超級不痛的 我跟你說 楊劍 砍一刀 你砍三刀都沒對傷害 木銘劍 五萬 想到普通 五十九 八萬 再來一次 十 有沒有 克屬 還是秒殺 喔 衝到第三名去了 哎呀 第三名啊 武林至尊 好OK啦 大概就這樣啦 打個三場給大家練練什麼 意思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羊劍目前的配法 目前還沒有引下生花 如果有的話 那我們就應該算是 大概八成的完成體 差不多了 最主要是 目前沒有什麼先手那個 防 控制的一個招式 那 引下生花是必備的 OK 大概就這樣啦 給大家做個參考吧 這就是一個高爆發 羊劍的一個介紹啊 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羊劍在幹什麼 那如果你對一些高爆發有興趣 然後你有喜歡劍的舞學的話 蠻推坑這個羊劍的 OK 那這支是下火銜嘍 感謝收看 下次有人再見